这是恐龙的脚印 难道是恐龙把我的水间胶囊拿走的 啊 不行 水间胶囊里装着我和朋友们的愿望纸条 还有我们的宝贝呢 我得赶紧请韦斯过来帮忙找 韦森 我是祖儿 你好 祖儿 发生什么事了 韦森 我现在在森林入口 好像有恐龙把我埋在树下的水间胶囊拿走了 恐龙拿了 因为大树周围有很多恐龙的脚印 我跟菲利警长文斯马上来 你等我们一下 嗯 我知道了 文斯 出动 菲利警长 出动 文斯 出动 祖儿 韦森 我在这边 文斯 你来分析一下脚印 嗯 知道了 你说恐龙把时间胶囊拿走了 嗯 我跟安仔和卢卡斯一起埋进去的 看起来像一个白色的圆鸡蛋 看起来像鸡蛋 菲利警长 你看这儿 脚印看起来像小鸟的脚一样金 脚只有三只 听你这么说 应该是肉食恐龙了 是的 草食恐龙的脚印一般又宽又圆 啊哈 原来是这样 诶 那是 诶 这是羽毛 节衣人永远都会留下证据的 节衣人肯定是有羽毛的肉食恐龙 那好 我和菲利警长去那边找 嗯 我和佐儿在附近找找看吧 你看这儿 脚印的模样很相似 刚刚那是谁 刚刚是伤齿龙 难道是看见我们才逃跑的 要是伤齿龙的话 那是有羽毛的肉食恐龙 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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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被我抓到了 把时间胶囊偷走的恐龙就是你了 你的说什么 我偷东西 不然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你说这个 是球啊 对 对不起 刚刚是我们看错了 难道那是直接胶囊 你 就